受獎市場攤商 市籍跟夜市的代表一一上台 接受經濟部長王美華頒獎 大家的深情都相當的喜悅 因為他們全都獲得 榮世巨金 2023台灣五星級優良市籍的 新等殊榮 原本比較髒亂或怎麼樣 我們把它改變了不一樣 就是一個過程 其實我們看的是過程 其實改變了後續 大家都很開心 也很感謝經濟部給予這個機會 讓大家能夠在 夜市不只是夜市 可以做成商場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為了鼓勵傳統市場跟夜市 提升自我品質與量能 經濟部持續輔導攤商進行優化 更從北到南舉辦 台灣世博會活動 要讓民眾看到更多優質的產品 跟美味的料理 二代都接班 爸爸媽媽很會煮一隻 二代很會有行銷 也很會改變 這樣就要好好改變 電面煮比較漂亮 這樣就是強強結合 經濟部長王美花強調 透過優良市籍平和產生良性競爭 帶動地方政府重視傳統市場 及夜市 讓全台市籍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 吸引廣大的消費族群 進入傳統市籍消費 讓市籍可以永續發展 九昌話場報導 九昌話場報導 谢谢大家